这应该是历年来可以说非常罕见 最无感的好消息了吧 今天攻占了报纸的头版的版面 30岁以下平均年收入将近55万 数字很无感 但是痛感却很真实 过去十年来年轻人房贷暴增了五成 连一两百万年薪的科技新贵 都不一定买得起房 就算你想买 银行开始紧缩房贷 开始挑客户 不是VIP 你不一定带得下来 物以稀为贵 房贷利率更是喊到了3%以上 更惨的是 这一波现贷令冲击所及 已经蔓延到租屋的市场 满也痛 租更痛 那才是最有感的 让大家最不期待的主计重处 对于薪资统计的资料又出来了 为什么我刚刚讲说大家最不期待 因为每次这个数字出来之后 就有很多人讲说 我没听到这么多 你到底是这样换算 但我们先回来看 这一次主计总处所公布的资料说 青年所得居然创下新高 为什么 30岁以下的这个所谓的族群 平均年收入是54万6千块左右 跟去年相比年真的1.03万 所以如果换算平均月所得 大概4万5千多块钱 你自己讲到都快笑出来了 不是啊 我刚刚就讲嘛 每次数字公布之后 大家都说我领没了 对 那也没有关系我们还是相信政府 但是因为最近在网路上 有人就讲说 你看各个政党的党工 他们薪资有多高 结果民众党的薪资 在这两天又被人家讨了 为什么 因为有前20 有前20名里面 都有超过9万块你知道 甚至有人讲说 陈志安你这个五个月的时间 领到了这个薪水 还是奖金这些加奖 居然超过百 达到这个所谓百万 所以月薪90万 所以你现在两相对照 五感的月薪4万5 我们都觉得这个是超级五感 但是你对到了这个是月薪20万 扎扎实实在这里 这是多强烈的剥夺感 所以你看这个部分大家五感 因为我领不到 但是看到别人有领到的时候 我的感觉就会上来了 那我们就讲 事实上对于年轻人来讲 真的就想要买一个自己的房子 结果你知道吗 根据这个统计进来 发现这个所谓的房贷的 这样一个例子 在十年之内多了五成左右 那你要办房贷要多了五成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 今年第一季30岁以下 年轻房贷族的平均建估价 变化大概是在1160万 但是跟十年前相比的时候 那个建价大概只有792万而已 那你想想看 我十年前跟十年后 差别了300多万 也就是你越晚买房子 你就越贵 那越晚出生的这些年轻人 再加上我们这个 永远吃不到的那个薪资水平来说 你知道就有房仲 就出来讲说 这一代的年轻人比较苦 但是下一代的年轻人 他可能会更苦 所以还是回到那一句话 房价在涨 远远涨赢你的薪水 就怕入错行 难道现在可以悠哉买房 跟着起舞的只有那些 科技新贵吗 你这样讲可能有一些 科技新贵 我会觉得说 主持人你又太没有了解 我们的状态 为什么你知道吗 根据他们的统计 年薪百万的这个所谓的 科技业的这个员工 在新竹老师讲 不能算是高收入 年薪百万还不算高收入吗 一个月有八万多块钱了 为什么 他说在竹北的房价 不断的高涨 他们也只能够租房子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像这个 以这个房市热爆 大家发现到说 房市感觉很热 但是今年 已经有第三颗的 所谓的黄红灯的出现 也就代表什么意思 继续要热下去 房价继续涨上去 只要一热 就代表有人要买 有人要买 就代表价钱可以再往上涨 但是你的薪资 如果涨不到这种 所谓的这个房价的 这样一个涨幅的时候 你想想看 低薪剥夺管 就会再出现了 好 老板我们来看到这个图 你看到 上一个第一颗 红黄灯是三月 再来五月 再来七月 七月之后休息一个月 九月又要再继续涨下去吗 而且你看 它的指数是越来越往上高上去 所以我们就发现到说 其实对于民众来讲 如果我今天没有办法 准备这么多的投款 那也没有关系 那我就希望银行贷给我 可是银行也有风险控管的一个问题 所以现在传出来说 银行的房贷 现在已经到了满水位的一个进化 也就是如果你今天 一般的民众要去借的时候 很有可能银行会告诉你说 你这个条件这样 条件那样 我没办法借到你想要的这样一个趴数 所以满水位的意思就是 我能放出去的房贷 额度我都放出去了 你如果还想从我这边办房贷 我会重严审核 而且不只是这样 很有可能你的房贷利率 也会因此而增加 你知道吗 就你要带的这个利率 就会比别人高一点 所以现在也传出来说 有些银行居然挑客户 你知道吗 他干嘛 他就告诉你说 我跟你说你是我们银行VIP的话 我们很好谈 那你如果不是的话 房贷利率我们就开始给你加 你如果觉得OK 我们再坐下来谈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这所谓现贷令一直出来的时候 对于民众来讲 他买不起房子 我只能租房子 那我只能租房子的时候 代表租屋市场 又热起来了 那一热起来的时候 屋以稀为贵 所以房东就开始会觉得 就是说那也没关系 反正政府有很多的补贴 那这个补贴到最后 反正都要进到 这个所谓的房东的口袋 所以有没有涨价的状况 你知道吗 现在外界就认为说 房租补贴 虽然是像德政 但是我的房子去越租越贵 因为你这个所谓扩大 补贴到75万户之后 开始陆陆续续传出 有一些房东 会给你这个借机涨价 你知道 你可以看到在双北地区 这个地方 租金中位数 最高的是什么 你知道 内湖跟林口 内湖有内科 那林口 哇林口也入榜了 林口也这么高 那讲真的 林口可能有些在桃园上班 或干嘛的 有些像我们这个同业里面 也有人是住林口 然后不到台北这边来上班 但重点是1.5万 你想想看 如果我的薪资 基本上我大概在4万块钱上下 我就相信他的4万5好了 我就要拿1万5出来去租屋 这个很恐怖 我们以前讲买房子 那个房贷配置最黄金是 333比例 那个是房贷 结果你告诉我租金 也要拿三分之一月薪来付 那你想想看 你以为说 这个三分之一的月薪出来付 你会住到豪华大房 那个大宅吗 就住到了什么房子 很多其实都是单人套房 甚至有可能是亚房 这样一个状态 那我们就讲 事实上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讲 好吧 如果你今天真的 我什么东西都降不下来 那我只要减少开销 所以就有网友 他们就开始干嘛 开始找室友 而且我讲不是乘租一整户的 居然是连那种亚房 亚房就是没有惯喜事的那一种 就是要大家一起 也传出来在竹科这边有工程师 说我的薪资在付到这些 我真的也很辛苦 不然有谁愿意跟我一起住的话 我们就找室友好了 那结果就有网友讲说 他们住到这个所谓大楼里面 月租费是要1万1千块 你知道吗 结果这个因为他的只是租一个亚房 1万1 那你像他如果1千房子有3个亚房 那进出就6个人了 那你这样进出6个人 你房东就赚3万多块啊 所以你的月租金 你今天拿着收的这个租金的部分 对房东来讲不无小补 连住在那边的租也都讲说 你出老闆也有一个良心的 别跟他开得这么高啦 五七暴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重新看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暴新闻 俊向还有优秀的五七暴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感谢观看